大家好 我是郭彦牧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这两天在英国路透社上看到一条新闻 说是从本周开始 美非两国军方将在南海举行为期三天的所谓联合军事演习 此次演习包括海上和空中两大部分 按照菲律宾军方北吕宋司令部发言人尤金卡布桑的说法 此次演习将从位于菲律宾领土最北端的马务利斯岛开始 而该岛距离我们的台湾省最近才不过100公里左右 菲律宾军方表示 他们将派出包括三艘海军舰艇 两架FA-50轻型战斗机 以及一架A-29B型超级巨嘴鸟轻型攻击机在内强大阵容参演 而美国军方则会派出一艘滨海战斗舰 和一架P-8A海神反潜巡逻机助政 现如今的中非两国是什么关系 是个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而菲律宾军方却偏偏要挑这种时候 和美国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 而且特别点名演习将从菲律宾最靠近台湾省的领土上开始 你马克思政府这事干的属实就有点太蹬鼻子上脸了 知道的知道你是马克思家的崽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司马仪他儿子呢 面对外界的质疑 之前还总在对华问题上藏着掖着的马克思 这次倒是难得痛快了一回 就美非两军将于南海举行联合演习的相关消息公之于众的前一天 马克思还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了一个论坛上直言不讳的表示 因为东方大国的步步紧逼 菲律宾的海岸线乃至是南海局势恐将变得岌岌可危 有鉴于此 从本周开始美非将在南海开展为期三天的海空联合军事演习 马克思说 此次联合军演有助于促进美非的相互理解 增进两国共识 提高彼此在南海安全问题上的互操作性 而且还能给菲律宾人民创造一个更加安全且稳定的生活环境 对于马克思的这番露骨言论 马尼拉海洋事务与海洋法研究所所长节一巴通巴卡尔认为 这表明马克思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什么立场啊 巴通巴卡尔没把话说透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 他所谓的马克思的坚定立场 说的无非就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清美立场 据路透社介绍 自今年以来 美非两国的军事合作升温极快 同比去年马克思准许进驻菲律宾的美军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而这些驻非美军当中 有一部分直接面对的就是我们的台湾省 你马克思政府这么个搞法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是要针对谁了 对此啊 就连路透社援引的一位不具名的东南亚国家官员也表示 美非军事合作的升温过快 势必会加剧本就紧张的中非关系 说加剧都是轻的 因为中非关系要按马克思政府这个节奏走下去 菲律宾闹到最后 恐怕大概率会激怒中国 这位东南亚国家官员说的这话 还真不只是单纯吓唬吓唬菲律宾而已 因为就在这两天 就美非南海联合军演一事 我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也出面表态 他指出中方认为国家间的军事安全合作应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而不应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 不应破坏国家间信任 更不应针对任何第三方 刘鹏宇这话说的非常委婉 但是基本意思很明确 说到底无非还是劝马克思政府自己要点体面 否则懂得都懂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当我看完路透社这条新闻之后 我的脑海里头几乎是瞬间就浮现出了 那个中国人都二熟能详的四字成语 胡夹虎威 胡夹虎威这个典故出自于战国策 楚策一 楚宣王听闻北方的诸侯国都惧怕楚国的另隐 朝西旭犯了人军疑神疑鬼的毛病 因此在朝堂上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征询百官 为了开导楚宣王 魏国来的谋臣江蚁就和他讲了个预言故事 虎求百兽而识之 最后抓到了一只狐狸 狐狸为了活命就吓唬老虎说 子无敢使我也 天地使我长百兽 今子使我是逆天地命也 看老虎满头问号 狐狸又骗他说 子若不幸 五为子先行 子随武后 观百兽之见我而敢 不走乎 老虎将信将疑 就给了狐狸一个机会 陪他去森林里视察百兽 兽见之接走 虎不知兽为己 而走也 以为为虎也 后人根据江蚁所讲述的这个预言故事 概括出了我们今天熟知的 狐狭虎威这个成语 它通常用于指那些自己并无本事 全靠仗势欺人的上位者 也正因此 我们中国人在使用狐狭虎威 来形容一个人或实体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在他的后面附上另一个成语 构杖人士 用狐家虎威来形容如今自以为 磅上了美国大腿的马克思政府 很好理解 毕竟要不是有美国借给他们胆子 有美军替他们撑腰 我寻思小马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也不至于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说出东方大国咄咄逼人 南海居士岌岌可危 这种硬话来 我都不敢想象那些身处南海对华一线的非军官兵 在听到他们总统的这番表态之后 内心都是什么想法 你这胆子也太大了 这话也是我们能说的吗 就这么急着当最后一届菲律宾总统吗 不要命了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虽然将你说给楚宣王听的那个预言版本已经足够精彩 但我觉得直接把它套用到马克思政府的脑袋上 还是不太合适 虽然同样是狐假虎威 但我觉得菲律宾人的这本故事 应该还能解读出其他的意思来 如果把美国理解成老虎 把菲律宾理解成狐狸 那么世界各国应该就是百兽 南海应该就是森林 老虎陪着狐狸在森林里逛了一圈 吓跑了好些小动物 但是在这个版本的预言中 老虎未必就是被狐狸耍得团团转的那一方 而更有可能是将爪牙抵到狐狸的脖子上 迫使它就范 逼着它跟自己去森林里视察 为什么这么出风头的事情 老虎自己不干呢 因为老虎的虎威在百兽中间虽然看似无限大 但其实也是有透支额度的 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亲自出面 时间一长 大家可能就不拿你当回事了 再者 把自己的虎威借给狐狸 拿去耍 还能给百兽 尤其是百兽中原本就设服于老虎迎威的那帮小动物 维持一种错觉 你们看吧 我就说虎哥这人能处 弟兄有事 他真出头 跟着虎哥有肉吃 还出风头 谁不跟着虎哥 谁就是傻子 谁跟虎哥作对就是疯子 此外 把自己的虎威借给狐狸 拿出去耍 狐狸在耀武扬威的同时 其实也不自觉的沦为了老虎的挡箭牌 百兽之中 或许有质疑老虎的声音 但最后的现实压力 都得由狐狸来承担 同样是狐狡猪威 江一般的老虎 不过是个被狐狸耍得团团转的傻大个儿 马克思版的却是机关算尽 并将狐狸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野心家 面对美国这头老虎 马克思政府这只狐狸 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不管假借虎威这件事情 是菲律宾人自愿的 还是被迫的 只要老虎心意已决 狐狸都只能乖乖就范 毕竟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区区一点滑头 根本无足轻重 我也不好说菲律宾仗着美国界的胆子 在南海成威风这事儿到底是自愿的 还是被迫的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 小马对此还挺乐在其中的 鲁迅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弱者抽刀向更弱者 或许在一些已经被蹂躏出了 扭曲的心理快感的弱者看来 虽然自己被强者压迫了 但是若能借助压迫者的淫威 去压迫那些更弱者 这又何尝不是一桩美事呢 不过吧 虽然小马的这个小算盘敲的可能挺响 但是我觉得他的思维运转 在理解这个预言故事的过程中 还是不免机械了点 狐假虎威 不管是江乙版的还是马克思版的 他们的成立都需要建立在一个重要前提之上 那就是狐狸要吓唬的那群百兽之中 不可以有和他身后那头老虎 同等量级的顶级猛兽 比如熊猫 如果有 别说是你菲律宾这头装枪做事的狐狸 你马克思就是把美国这头老虎给拱到前边来 那也一样 与事无补 熊猫平时就是吃竹子吃习惯 对狐狸肉提不起兴趣 可你要真给熊猫整集一眼了 那也不定怎么着 毕竟这可是连铁都能干之如鱼的猛兽啊 别说吃你几块狐狸肉了 就是罩着他老虎屁股狠狠来上一口 叫他那所谓的百兽之王 血淋淋灰溜溜的打哪来回哪去 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人家老虎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虎威借给你 说白了不就是预防这种突发情况的吗 他美国要真那么看得起你马克思 华盛顿就该出动他的核动力航母和隐身轰炸机 来参加这场所谓的联合演习了 而不是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就派遣了一击一箭 浮现了事 江乙那个狐狭虎威的预言故事 是说给楚宣王听的 不是说给朝夕旭听的 更不是说给你旗下绕启旭也原意的马克思听的 当狐狸就要有当狐狸的觉悟 老虎熊猫和百兽 森林里头没有谁是傻子 别以为天底下就你狐狸最聪明 总觉得自己能拿别人当猴耍的人 活到最后就会变成别人眼里光屁股的废罪 要么成为忍无可忍的熊猫的磨牙棒 要么能为机场碌碌的老虎的盘中餐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